私心大學競技啦啦隊青春洋溢的舞蹈 炒熱現場氣氛 以傳播學群聞名的私心大學 每年在大學博覽會都擁有超高詢問度 校長陳清禾表示 私心大學以數位傳播貫穿各學們 數據智能結合各專業的辦學特色 並大量導入AI課程與產業結合 成為在私校中脫穎而出的關鍵 基本上我想大學博覽會裡面 大家百花齊放 但是我們私心大學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學校 我們以傳播起家 現場可以看到我們很多傳播的基礎設備 但是更高端的設備我們都是擺在學校裡面 我相信看了這些設備之後 就可以了解我們私心大學在教什麼 其實我們就是兩個口號而已 一個是傳播貫穿各學們 而且是數位傳播貫穿各學們 這個年頭各個不同的專業都應該跟傳播結合 所以我們的管理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或法學院也好 我們都跟傳播有關 我們也希望這些學院在我們的傳播學院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領域裡面帶領之下 能夠我們數位傳播貫穿各學們 那最近這兩年我們非常努力的地方在實現了我們的另外一個口號 叫數據智能結合各專業 所以我們在這個學期開始呢 我們就發展了26個課程跟AI人工智慧是有關的課程 那麼這些課程內容呢我們就希望能夠實現我們把我們的傳播再往上帶動了 變成了一個所謂的這個數據智能結合各專業的一個概念 所以AI這是我們這兩年的教學的目標 我們為了符合這個時代的潮流 然後以及現在傳播科技的發展 所以我們在學校的課程部分大量的導入AI的課程 然後讓學生畢業之後能夠學習到符合時代趨勢的技術 在就業上面也會有很好的銜接 那我們跟產業界的關係非常好 除了研览業界的師資到學校去授課 然後也讓學生在在學期間就可以到企業裡面去實習 然後讓畢業之後能夠無縫接軌 這也是我們學校的辦學的一個特色 展場中還特別架設綠木簡易棚展現學校特色 近年來校方持續投入師資與課程改造 並投資先進設備 讓學生在學校就能夠接觸到最新的產業趨勢 達到學用合一的目的 我想四星大學在整個大宗傳播選群裡面 我想我們是獨佔凹頭 因為我們也獲得企業界對我們的第一名的這樣的美誉 可是我們在課程改造還有整個師資的設備 我們都不斷的自我挑戰 所以我們現在在整個四星大學的整個傳播學院 我們的影視音這樣的整個創新課程會不斷的增進 我想在整個食物的整個面向還有整個器材的整個不斷的更迭 我們能夠結合美國好萊塢的智能攝影棚 我想在台灣我們絕對是首屈一指 在亞洲我們是首屈一指 我們也是希望對於影視音有興趣的朋友 也能夠加入我們四星大學傳播學院的行列 入學博覽會現場吸引滿滿人潮 許多考生都為選田志願做準備 還有家長帶著人在就讀高一的孩子來參觀 提早訂定未來發展方向 因為學校有推薦我們高一了嘛 然後剛剛念到高一想想了解一下大學以後 他能夠上的那個學校 對台灣的那個學校的這個招生的一些戲啊 就是各種項目有些了解 因為四星大學就在我們家附近 他每天上學會經過 所以他就一直念念不忘說要念四星大學 他因為比較擅長的語言啊 這些表達啊這些的 我想看看這些戲有沒有適合他的 我們現在有四個學院 包括人文 包括我們的法學院還有管理學院 其實我們最大的 只要想到四星就想到傳播嘛 所以我們的傳播學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當然學生要進我們傳播學院 他因為名額還是非常有限啊 所以因此呢我們傳播學院的名額之外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同學能夠把自己當作一個拍行人 拍行人就是他必須要有另外一個專業 然後呢有藉由我們傳播這個平台讓他把它說出去 基本上來講我想我們的法學院 我們的法學院呢我們的智慧財政權 包括我們現在AI的倫理或者是AI的這個法律的規範這一塊 其實我們是非常強化的 在我們的管理學院的部分包括我們的財經器官 經濟甚至於我們的行館還有我們的觀光 資管這些其實都跟AI是非常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AI跟我們的傳播學院的結合 然後再如果自己再有一個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專業 比如說他有財經的傳播或者經濟跟傳播 或者氣管跟傳播觀光跟傳播 行館、資管跟傳播的關係 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做法 所以我想我們的學生只要進到四星大學 一定會有傳播的一些氣氛 所有的課程都跟傳播結合 但是呢如果你有另外一個專業 比如說你還有語文的專業 我們還有日文系 我們還有英語系 我們甚至於還有色星系 我想這些都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選擇 真的非常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行列 只要進了四星 你就是一個會有創意的人 你進了四星 你就是一個會做的人 更重要進了四星之後 你做出來的東西 你會自己把它行銷出去的學生 四星大學每年還提供校內外 超過300項的獎助措施 鼓勵優秀學生 並持續媒合外界各類獎助學金申請 校方也期待更多優秀學子 加入四星的行列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ethics 學生 技術 學員 谢谢大家